前不久改装车发了一篇关于阿特兹改装的公众账号 里边有一个评论说的是 你看看人家这个车宽体改的 工匠派改的什么玩意儿啊 这句话真的深深刺痛到了 我觉得是时候展示一波真正的实力了 所以我大费周折 终于借到了全新一代一汽马自达阿特兹 我们手里的这辆是全新一代马自达阿特兹 众所周知我是马自达转子发动机名 作为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 阿特兹这回怎么改 动力要炸 外观要潮 内饰要奢 我觉得 你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就这么干 想把阿特兹做到极致潮奢 我决定从马自达混动设计找找灵感 前田玉南先生创立了马自达混动设计哲学 混动的设计核心就是富裕汽车生物才有的律动和唯美 混动美学不断进化 最新的混动设计汲取了日本减法美学概念 去除多余的二维线条 借助光和影的变化 展示汽车的动感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台即将改造的阿特兹船上 我们现在做的是喷涂显影机 粘贴反光标记点 然后用手持激光扫描仪对全车进行扫描 获取整个的外形数据 相对于传统的结构光路线而言 手持激光产品有更高的精度 更强的抗干扰性 广泛应用在逆向工程 工业检测等多个领域 这一代阿特兹很特别 它侧面是整个靠曲面来营造车身的运动流畅感 而不是靠简单的线条勾勒 如何设计曲面将会是我们这次改装中 重点需要考虑的部分 也是最难的部分 考虑到这是一台四门车 所以我们准备将后门整个面 都变成新造型的一部分 让车身更具有整体感 但是这样设计起来其实挺难的 但是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优化挑战一把 推动设计向前 趁着空间时间了 我们来看看阿特兹的内饰 哇 这内饰 哇 这还是我认识的阿特兹吗 这装饰板 海的味道 傲视为材质 好细腻好丝滑 犹如少女的皮肤一样 牵了手都不想放下 哇 拉帕 牛皮 熟悉我们的都知道 我最爱这个 哇 这方向盘 这设计造型 手感太棒了 多过来按键 换到波片 夜景仪表 大平等 Boss音响 哇 我太难了 这类似这么豪华设词 我怎么舍得改 这个车这么豪华 空间这么大 沙发又这么舒服 还没有我的用武之地 不行 我得振作起来 我得为他做点什么 我做个包吧 让他更加奢华 如何打算一块潮汁的包包 一 准备好阿特兹上面用的 奥水面料 拉帕牛皮 二 准备好工具剪刀等等 三 一根一根 将光纤擦好 处理好细节 一块潮汁的包包就这样 凤空而出了 晚上背中大具体 就是最亮的宅 拜拜 为了使整车呈现出更好的姿态 我们为阿特兹定制了一套Airbeef的气洞 俗话说的好 一逼遮百丑 这套气洞对于这辆阿特兹来说 更多的可能是起到了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都停停都停停 回了 回了 我要给阿特兹加宽提 谁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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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反对的话就开始吧 我不反对 你为人反对 理由 大超市本来就塞车 路宅程度 你加宽提 加宽提更多了 孙哥说的对 但是 我们还是要加宽提 再会 宽提确实没有用 钢筋不也一样吗 从外地发回来 阿特兹的套件 现在终于就来了 整个这个套件 制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运费 花了4000多块钱 心疼死我了 为了完美实现设计 我们使用了CNC加工的ABS材料 CNC是拿数字模型 把毛皮件多余材料切削下来 让我们可以获得所需要的精确的原型 汽车设计 外观套件都比较大 这种加工方式的一个优点 就是成型尺寸大 基本上可以满足汽车设计 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CNC模型表面 处理形式基本上不受限制 我们可以进行打磨 喷漆 抛光 电镀这些 当然了 效果基本上可以等同 模具生产出来的产品 可是呢 它的缺点也是有的 就是制作周期都比较长 还有呢 就是贵 当然了 贵不是它的缺点 是我的 侧面的腰部呢 参考了原车曲面的元素 接上了回旋C字的设计 然后营造出了一种新的曲面 前杠的两个底角参考了马自达概念车的设计 希望算是对马自达设计历史的一种传承 前面的大嘴啊 和下边的镂空 是我们对这次设计的大胆尝试 这个镂空慢慢的过渡 让这台车呢 有了更多的深邃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我们为打磨做准备前 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当时让我很不开心 这么一个口子 它从这儿直接断掉了 而且断掉它那一块 我现在还找不着了 我就想办法补救吧 给它填上 然后重新雕刻出来 这么一个形状 我现在还想办法补救吧 侧面的侧裙和之前设计的感觉还是差了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上面这个坛呢 可能是跟这个车结合的稍微有点突兀的 所以我更多的应该把这个位置再给随上 然后这个角度下来 然后可能这边出来一个小的那种带有细节的坛之后 到后边可能延伸出来 效果就更好一点 改嘛 效果多实说总会有差距的 改完就摔 唯一的设计上 我们特别考虑了马自达运动的基因 加入了赛车车型的设计元素 赋予这台车改装后的机能美 我刚才干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碳的尾翼上面开了一个槽 目的就是为了把它放到里面 这是什么 这是尾翼和后备响盖支简连的那个腿的安装位 原状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碳线尾翼呢 中简是缝闭的 这个也下不去 所以我只能用七毛笔在这里砍一个槽 来把它握到里面 对于这台阿特兹的涂装我想了很久 因为马自达浑动红一直是它最经典的元素 很多网友也给我们留言说 不行你还要浑动红吧 这个最经典最漂亮 但是我总觉得应该在这台车上挑战一些新的元素 增加一些新鲜感 让它更潮涉一点 车体的涂装颜色 我选择在不同光线角度下 有显著渐变的极光元素 因为对于曲面来说 没有什么比极光散发出来的光芒更加流畅浑动 更加神秘美丽了 杜雅这款特效期将是亚洲地区第一台极光色的潮车 够不够极致 CING PAO CAN A Testament CING PAO CAN Afriedman Campus CING PAO CAN A deepen现在的力量 CING PAO CAN A REAL Yep TX POP 百年兴ten CING PAO CA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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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这不意味着工匠派放弃了转子发动机的研究 在这辆阿特兹上 我希望用另一种形式将运动的转子精神延续下去 我们做转子 造车 改车 一遍遍死磕 宽体无用 转子费钱 较劲这些无用的设计 是希望在设计里藏进一部分自己的思考 探索 致敬转子 致敬无用的设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